1999年是什么年份 也是大选年 所以我觉得说 任何关心华社 或者是华教的人 我们热爱华教 我们都是华教的一份子 那么我们就不能够去接受的一个事实就是 为什么我们国家独立了60年 可是华文教育 并没有真正被看待成国家教育源流的一环 我只是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我们会等到大选来的时候 才听到巫统出来宣布 到底打算在接下来的几年 兴建多少间国小吗 所以我们不会看到这样子的 那么为什么今天反而是华教 有这样子的特殊待遇 那么这种特殊待遇 到底是一种殊荣 又或者说其实是在反映出了 我们整个华教的困境 那么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够说 诶 十加六批准了 这是一个喜序 那么我们就不去看它背后的这些 所谓的困境和它真正的这些问题 它都给你机会频繁 它说每次只是等到大选的那一年才开始 那个当然我不赞成 所以我也要看我的手机那个数据一下 可以可以 在2012年都有 大选的糖果吗 是啊 没有2012年都有苦来二校永平二校 2013年 我跟大选的 我讲完先 我讲完先 这个太容易反驳了 因为呢 我其实又有这个图表 这个图表是马华发布的 而且他很聪明 他讲的是启用 但是大逗 我必须告诉你的是 你必须去看 这些华小是什么时候批准 你刚刚一提的第一件是古来二校 我就必须告诉你的是 是2012年启用 可是什么时候批准 1999年 1999年 谢谢黄生 2002年才批准 不是2002年 2012年 2012年 OK 所以我觉得说 今天报纸上 或者说是 这个是我手上拿到的 马华工会的标签在这里 What Say 上面广传 你告诉了我们 2001年启用 2002年启用 到这里 192016年启用 可是你没有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批准 我们举这里的几个例子 佳颖新城华小 几时批准 2008年 几时启用 明年 2008年批准 明年启用 OK 孙爱龙华小 培华二校 沙登岭华小 这些什么时候批准 都是2008年 那么都是去年才启用的学校 所以我觉得 就是我们今天说 我当然不会说 每一所华小 都是在大选前夕来批准 可是我们不能够否认的是 大规模的 例如这次10加6 2008年是6加13 甚至是1999年 也是大规模的宣布 新华小的证件以及批准搬迁 都是在大选年 这难道都是巧合吗 大多你觉得呢 为什么他们首先回到第一个问题的时候 为什么他们这个会变成口水战 没有我觉得第一个要成为口水战 就是大家双方看法不一样的时候 就会口水战了 所以当然在国阵的立场来看 就是说坦白讲 增见滑小 判签也好 这个都是要争取的 我不觉得 我也不觉得是反对党所讲的说 你们还要去争取啊 马来西亚度力60年啊 你们还要做争取的工作 我不认为应该是争取 我们是需要争取 为什么呢 因为你讲缴税就好了啦 缴税你为人民自动去缴税吗 还是要官员上去追他打税的时候 他才可以打出那个税 还是要争取 我们必须要坦白面对一个现实 就是说我们不管马华也好 民政也好 我觉得增见滑小呢 是一个争取 是一个突破 对我来讲是一个突破 当然你就可能反对党就讲说 那时候有增见滑小了 那时候你就问说 几时启动 我问了几时启动过后 你讲钱从那里来 当然这个肯定这些挑战都有 可是唯一我一直强调的 在华教的人士里面 我们期待的是什么 我们就期待更多的滑小吗 这个是我们期待啊 当然期待有很多不同的层次 一批准先 二要把它建起来 C3又面对要有学生 要有东西 然后继续可以维持 有的不能维持 就变成微型滑小啊 现在必须要搬钱 所以这个都是大家所面对的问题 而这我也看不出为什么 这一个很好的一个 喜讯啊 就变成政治化 而变成反对党 要拿出来提攻击 我真的是不明白为什么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我想说 我想要英语一句 我不知道那 因为为什么呢 谢谢